所以剛剛我們其實是用康語符 然後建一個黑名單的範圍 去找這個A2的資料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是1不存在是0 然後再利用什麼利用排序 或者是篩選 不過比起來的話感覺這一個部分 好像用篩選會比較OK 因為篩選實際上就是 會幫你直接把那個 0的部分隱藏起來 把1的部分留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看到的就是你要的資料 所以特別篩選其實是有點像 你要的資料顯示出來 你不要的資料就被隱藏起來 大概意思是這樣子 那排序的話是全部都會排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排完之後 假設說你要希望讓他 排回原來的順序那就會有問題了 比如說原來 可能 除非說他本來就是按照什麼英文字母排列 OK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那你可能就要再 想辦法再把它重新排回 所以以這題來看 篩選可能會比用排序 來的稍微好一點 OK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完 複製 之後再貼到哪裡 查詢結果 那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如果說接下來 我希望做什麼呢 這邊有 假設了 我們兩個按鈕就好 一個按鈕是按下他 他可以幫我把 剛剛的動作 全部做過一遍 自動查完然後自動放過來 另外一個按鈕就清除他好了 我要兩個按鈕的話 當然呢這個地方其實是有點難度 為什麼因為其實 這個複雜度有點高了 當然其實可不可以寫成VBA 是可以 只是說也許你們現在功力還不夠了 那怎麼辦如果你還不會沒關係 我講過你至少要會什麼了 就是錄製聚集吧 所以待會的話如果我希望 增加兩個按鈕 我先把那個 這個開發人員先打勾好了 OK 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留下兩個一個按鈕是什麼 按下他就幫你把黑名單帶過來 一個按鈕就把它清掉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用乾脆 如果寫VBA太困難 那我們用錄製聚集的 所以錄製聚集特別重要 所以待會我希望呢 請各位怎麼樣 幫我用錄製聚集 產生兩個按鈕 那兩個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放在查詢結果這邊 那可是問題呢 要怎麼樣錄製聚集 才會是得到剛剛我要的結果 OK那做法我大概先 最好錄製聚集之前先彩排一下 否則的話呢 會比較容易出錯 那我們彩排前的話記得 把這些先刪掉 因為我是要把它查過來 所以怎麼彩排記得 郵標要先停在 這個查詢結果的工作表裡面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什麼 開始做 彩排的話 第一個步驟 步驟很重要 每一個每個步驟動作都不能多 多的話很容易就做錯 所以 郵標放在 這個這個 1點一下查詢名單 OK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2的話呢 再把 郵標放在那個 B2儲存格的地方 OK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把公式輸入 輸入的話很簡單 不用重新輸入 所以你 原來有公式 不用特別把它刪掉 因為主要我們錄製 只錄製是本來有 不影響 只是把它錄到 城市裡面就對了 優標放上面 打個勾 OK 然後呢 再來往下填滿 反正就把你剛剛做動作 全部做過一遍 填滿完之後再做什麼呢 再把優標放在 B1 所以特別注意 切過來 第一次先放 這個 B2 是 做什麼 做那個 輸入 Count if公式 再來 放B1是做什麼 因為要做篩選 所以再來就篩選 然後呢 把那個我們要的東西 留下 1 所以留下 1 按確定 然後再把郵標 放在 A2 Ctrl Shift 向下 然後把這邊 Ctrl C 我是建議這個一定要用那個快速鍵因為如果你按右鍵 錄下來結果好像有時候會有點狀況 好那Ctrl C之後的話再把它 再切到這個查詢結果的A1所以 游標 不要原來就放A1你要點 點下去 這樣他才會放到A1 如果他本來就在A1的話 那怕說這個動作沒有錄進去 將來他會 等於將來你的那個資料會亂跑會跑到別的地方去變你游標放的位置他就放 把它貼上Ctrl V貼上 這樣就完了 清除的話就是什麼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按Delete 這樣就清除了 所以兩個按鈕我們大概先彩排過接下來就實際上來錄製了 那錄製的 是